好,来看,这真的是有够倒霉,买房子却面临无水可用,高雄就出现这样的情况,买的是知名主播沈春华哥哥的房子,没想到住进去之后呢,顶楼水塔始终抽不到水,家压马达也烧坏了,住户完全没有水可以用,却看到一楼的住户的后院有个新水塔,加上蓄水池跟抽水马达都在地下室,所有人归属一二楼住户。 楼上住户质疑,是楼下住户搞的鬼。 流开水龙头,一滴水也没有,这让屋主真的好苦闹,买了房子却面临无水可用的窘境。 整个水塔是新的,那能够在没水的星星,能够也有看得到这么一个新的水塔出现,那不难让我们去联想,这是人为的因素。 看到楼下新水塔,但是公寓顶楼的水塔确实没有水,而且家压马达也已经烧坏,住家无水可用,这让公寓三五两层住户真的很头大,不免怀疑是有人在搞鬼。 毕竟这公寓的蓄水池跟抽水马达都在地下室,而所有群人却属于一二楼的住户沈先生,还是知名主播沈春华的兄长,想要按铃找人解决问题。 却只听到电铃声响得不停,却不见有人出面,楼上住户始终得不到善意回应,而且三不五时还得碰上楼下住户,上来揣门骂人,实在是住不安心。 找上沈春华的大哥帮忙处理,结果还是没辙,只好再找公布门。 没想到对方却是必不见面,看来这缺水纠纷,一时半刻还很难解决。 记者综合报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